您好 歡迎收看2月7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奕 為了因應春節期間龐大的返鄉出遊車潮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特別針對台東縣內各異擁塞路段 還有風景區做出詳細交通疏導策略 希望用路人可以遵從警方及告示牌指示 讓年假返鄉出遊時可以更順利抵達目標區 再過三天就是農曆春節假期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預計將有大量的車潮湧入台東 因此特地針對春節期間 台東縣內易庸設的路段以及各大風景區 進行相關的交通疏導計劃 公路總局三公處針對一些比較容易用篩的地點 像金輪風景區 多樑車站 還有像出路牧場 還有觀山街道 池上街道 還有京城武術 像那個水網上流 小野柳 還有三仙台跟八仙洞 我們都做了相關的交管的策略 規劃臨時的停車場 還有請警察單位來做一個違規的取締 那我們也做好了我們的替代道路的排面 另外三公處的人員也提醒 在台九線的部分 因為會有實施車道漸變的措施 因此呼籲駕駛人不要行駛路間 整個台九線的路間都是比較狹窄的啦 那這邊呢 我們有跟警察單位 我們這邊都開過會了 那我剛剛有 之前我有在講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漸變段的部分 我們把它做一個Smooth的 讓它自由車流的匯入 所以說它真的要走路間 它應該也過不去啦 這個我們都有跟警察單位 這邊已經有取得一個共識了 其實路間本來就很小 它操車應該也不容易啦 三公處特地規劃了系列的交通疏導計畫 因應春節的車潮 同時也希望用路人在出發之前 可以做好車輛的檢修 查詢路況資訊後再出發 避免發生意外以及塞車的情形 記得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那這個是精神輪述